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剛剛發表了一篇聲明 在聲明當中他指出 說美國已經成功地遊說到8個歐洲國家 決定放棄使用華為生產的5G網絡設備 此外美國國防部也將20家中國企業 列入了解放軍控制或者持有的清單中 而美國總統有權依據這份清單實施制裁措施 我們首先看看到底有哪20家中國企業 被列入了腦解控制清單 第一家就是華為 這一家就不用說了 應該沒有香港人會相信華為是一家民企吧? 另外還包括監控設備的製造商 海康威視 這一家也是響乎盛名的 甚至乎香港那些所謂的智能登柱 有些攝錄裝置或者監控裝置 正正是由這一家海康威視來製造的 大家記不記得在去年 九龍灣的樹被人弄倒了一枝? 後來有些記者就發現 原來就是海康威視生產的製造 一些零部件 另外還有中國移動 中國電訊 這兩家都不用說了 在大陸做得電訊商的 如果不是國企 哪有得做才行? 這些敏感行業 另外那16家中國企業 相對來說就不太出名了 包括中國航空集團 中國航天科技 中國鐵箭 中國南方工業等等 就不逐樣去數了 反正這些中國企業 香港人就不太熟悉了 到底制定這份解放軍控制 或者持有的中國企業清單 有什麼法理依據呢? 其實就是根據1999年的時候通過的 《國防授權法》來制定的 在去年 共和民主兩黨的議員 就是引用這條《國防授權法》 要求國防部 要快點做一份清單出來 列明了有哪些企業 根本上是由老解控制的 他們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阻止這些辦民企的中國企業 走去竊取美國的科學技術 和知識產權 是用在軍事用途上 所以這份名單出資就制定好了 好了 《國防授權法》其實同時也是賦予總統一個權利 就是對於列在清單上的企業 就可以實施制裁 但是來說 是否實施制裁的主導權 仍然是掌握在總統手上 故此 就算兩黨議員 喊到拆天喊破喉嚨 都是沒用的了 你一定要特朗普去簽紙才行 至於特朗普 會不會真的採取相關的行動呢? 在總統大選之前 看來的機會真的不是那麼高 為什麼呢? 首先 特朗普又要固住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他又不能夠非常大幅度地得罪中國 比如說只是說新疆的議題 他自己也表白了 為了確保中國能夠守信用 實踐在首階段的中美貿易協議當中 所作出的買貨承諾 尤其是購買農產品的承諾 於是乎他對於制裁新疆官員那裡 就隻眼開隻眼閉 到現在都沒有搞過 那你說現在搞了進去這個 所謂老解控制清單當中 那是否意味著一定會制裁呢? 那最多都是說Polo 就不能夠說列入清單 肯定就會制裁 因為看來特朗普 他對華的強硬程度 就是不及彭斯、蓬佩奧 和他幕後那一班白宮顧問的 當然時間走到這一刻 就可能會有一些轉變也不一定 因為距離總統大選的日子 就越來越近了 但是特朗普和拜登的民意差距 就越來越大 而且最近又整個白宮前國安顧問波頓出書 去唱衰他 又說他不是真正對華強硬 又說他只不過是要做生意 諸如此類 好了 在這麼多個不利因素歸納起來的時候 到底會不會驅使得到特朗普 真是離譜的 要有一點實際動作 去證明得到他自己真正對華強硬 而不是純粹在打嘴炮一個講字 越接近總統大選的日子 如果民意差距仍然未能夠收窄 其實變數就會越大 為什麼呢? 因為連特朗普的競選團隊 他們都很需要有一個契機 來到他在民意上扭轉劣勢 故此 越接近的時候 出牌就會越出其不意 這樣才能夠刺激到選民去投票 而華為早在這份 腦解控制中國企業清單推出以前 就已經遭到了美國商務部的制裁 故此 往後肯定都會繼續成為 被美國針對和招呼的重點對象 走不掉了 事實上 美國現在不僅要阻止華為 成為世界5G網絡設備的霸主 而且還打算重點 扶植某一些電訊設備製造商 比如說 愛納遜 諾基亞 或者三星 走去和華為抗衡 蓬佩奧就在國務院出了一篇最新的文章 標題叫做 潮流正在轉向可信賴的5G供應商 在這篇聲明當中 蓬佩奧就帶出了一個重要的訊息 就是在美國的影響之下 有八個歐洲國家已經決定了放棄使用華為的5G設備 這八個國家分別是 捷克 波蘭 瑞典 愛沙尼亞 羅馬尼亞 丹麥 拉脫維亞 和希臘 大家就看到了 這八個國家有一個共通點 第一 全部都是歐盟的國家 換言之 歐盟其實現在分了兩大陣型 一邊就是繼續支持華為 一邊就是不用華為 但是不用華為這些國家當中 又有另外一個共通點 就是主要都是集中在東歐和北歐 相對來說 經濟體的規模就沒有那麼大 至於歐洲裏面 G7工業國當中有三個 德國 法國和意大利 就是沒有分來放棄使用華為 除此之外 有部分全球最大型的電訊商 也得到蓬佩奧的點名稱讚 就說他們是潔淨的電訊商 因為他們選擇了放棄使用華為的5G設備 包括了法國的ORANGE 澳洲電訊TELSTRA 韓國的SK電訊 日本的NTT電訊 和英國的O2等等 這些國家或者電訊商 當他們不去使用華為設備的時候 其實在市場上的替代品真的不是那麼多 因為5G網絡設備始終都是新的 故此大部分都是轉頭去愛納信或者諾基亞 到底這兩家公司能不能夠跟華為抗衡呢? 我們就要從市場佔有率和合約中數來講起 根據2019年的最新數據顯示 華為在全球市場佔有率達到2.8% 最大就是它的 排第二就是諾基亞 佔了1.6% 排第三就是愛納信 13.6% 第四位就是中興通訊 接著就到C4 就是7.2% 其餘那些就不入流 全球最大這五家就在這裡 至於合約中數方面又如何呢? 華為方面就有91單的5G合約 而愛納信就有81單 那麼大家就看到 在合約單數方面 就不是相差那麼遠的 兩家都是相差10單而已 但是市場份額就相差得遠 那麼這當然就是跟它能夠打進去哪一個市場有關係 所以為什麼美國那麼擔心華為是能夠打進去巴西這個市場 就是這個意思 喂 已經 這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都不太聽它說了 就任由華為去發展這個5G網絡 如果再打進去巴西的話 就變相 華為就可以在南美洲落地生根了 而且是打進去一個全球第八大的經濟體 好了 現在蓬佩奧宣佈這八大國家 歐洲國家 他們是放棄使用華為 但是在經濟體的規模來說 最強的都是瑞典的經濟實力 在去年就排全球第22位 其他那些就排到第40以後 所以 在那些主要市場的競爭就很重要 如果能夠拿到在大國一份的合約 就好過在那些小國拿到十份 這個是必然的了 所以為什麼美國司法部長巴爾 曾經提出過一個建議 他就說 美國政府 或者附屬的公司 就應該去入股 注資給這個愛納商 直接使它可以有更多的資源 還有更多的優勢 去發展5G的技術 但是這個意見在美國方面 就不入流的 沒什麼人理解它的 那就理解的 因為你不可能一方面指控華為 是腦解操控的中國企業 你自己就去操控愛納信 但是仍然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去做 比如說私募基金 總之就是各出其謀 但是 最好的辦法 其實也是等同於昨天 美國駐巴西大使所說 查普曼 他就說 美國直接向那些 不去使用華為的電訊商 或者國家 直接作出資助 這個就是最實際的 因為人家選擇華為 都是貪它便宜的 如果你有資助 那就不怕選擇貴的 又安全一點 對不對 所以這一方面 真是看看美國 到底它有幾大的決心去抵抗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